下面我宣布 青岛荣军街正式开街 近日 全国首条荣军街在山东青岛正式开业 在这里 现役军人 退役军人都可以享受 包括购物优惠和佣军爱心驿站等服务 一方面是我们的退役军人 现役军人 从中得到优先优待优惠的服务 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商户带来了经济效益 所以它是一件立国立军立民的好事 据了解 今年年底 青岛将实现区域内荣军街全覆盖 并优先招募退役军人或军署创办的企业和商户 不仅要给退役军人提供优质服务 更要为他们搭建创业平台 近日 武汉首家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器接牌 可为退役军人提供基础服务 市场拓展 人才服务 技术支持等 四个方面十四项服务 充分发挥优势 对接政策 整合资源 做最专业的服务工作 为退役军人以及现役军人家属 子女提供创业推介 创业交流等一站式创业服务 前不久 天津首家退役军人医院接牌成立 医院依托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和平院区 由当地政府出资 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补对象 提供门诊挂号 缴费检查优先 急诊绿色通道 远程会诊等优带服务 对立功受奖人员 残疾军人 领取定期抚恤和定期补助人员 还可叠加享受住院床位费减免优带等服务